穿著黑色細件袋 短洋裝 身材腳好的女子 連鞋子都來不及穿 驚慌失措的 站在鐵皮屋頂上 底下的吉祥人員幫忙 嫁梯協助女子脫困 救下來之後 第一件事是當場逮捕 原來她是賣淫集團的小姐 遇到原警察氣 跳到窗外的屋頂 自己卻意外受困 台中警方查獲 大陸去一間民宅 樓下跟一般娃娃機店 沒兩樣 但客人經常在這兒 進進出出 原來是樓上暗藏春色 經營色情應招站 由於娃娃機店 是有監視器 加三道鐵門 警方出動特勤攻堅破門 有人當場被抓 還有女子跳窗 因此受困 現場查獲 接送書機 藍客及小姐共六人 細揪出應招站 操控的黃姓負責人 及兩名車戶盜案 警方調查 賣淫集團主嫌是越南籍 黃姓男子 租下透天措 一樓開娃娃機店 做掩護成立應招站 連馬夫小姐 都是越南人 專門提供家鄉藍客服務 但違法賣淫 除了妨害風化 還觸犯移民法 被移送地檢署偵辦 特別新聞 李承用張子民 SNG小組台中 財寶報導